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董志诚只慢剧俊叶一步 21年前流星花园结缘 小S差点要叫我姐夫 艺人董志诚2020年结束21年婚姻 婚变后积极复出 最近亦改嘟男大叔的形象 积极瘦身还做了眼睛拉体手术 日前上小S节目谈到21年前 演过流星花园大S的爸爸 多年来至今仍有保持联系 他开玩笑说我只比库隆曼一步而已 让小S忍不住大吼 太饿了 又单引号 董志诚日前上小S主持的节目小姐不惜地 谈到21年前曾在流星花园中 演过山菜的爸爸 和饰演山菜的大S演出好交情 至今仍会时不时联系 小S只说大S很爱他 因为他总会用幽默活络现场气氛 他趁机开油笑说 我只比库隆曼一步而已 聚俊燕 我要是手脚快一点 搞不好你小S要叫我姐夫咧 气得小S大吼 好我哦 你跟我妈还差不多 跟我姐 我要土了啦 又单引号 事实上 董志诚演过多出偶像剧的爸爸角色 刘和娜 杨成林 陈乔恩 任荣轩 Selena等人都曾是他的女儿 可说已成为老爸专业户 小S说大S现在人会回味拍摄流星花园的时光 因为董哥太好笑 演戏又生动 拍戏从没这么欢乐过 董志诚坦言确实喜欢当开心果的角色 我希望拍戏的时候大家是开开心心的 而不是单纯为了五斗米能把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才好玩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